直话直说 在帮大家看 当看到我时 对我说业障太重 要念二十万张小房子 我当时笑着回答 那需要念一辈子了 心里却想 反正我要修一辈子 无其他打算 也不会退转 请问师父 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二十万张应该是多少 师父是这样说 要念二十万张小房子 寿命有限 念不出来的话 到了时间 寿命一道一道就走了 师父他这个二十万张小房子 这么多啊 这个话就是告诉他 他这辈子念不完的 而且他下辈子还得投人 成不了菩萨的 业障重的人 除非他做几件 特别大的功德 这没办法 过去有钱的人 他就突然之间造一个庙 或者怎么样 他一下子功德 就是一下子 这个命根当中不好的东西 消掉很多 就是要靠这些东西 所以为什么 师父说是造庙的功德 就很大 是不是这样 对啊 你想想看 就是现在设观音堂的功德 都很大 你等于给人家 那建观音村的功德 更大了 师父是吧 这样吗 师父 你们做不到 那我们先不要谈咯 当然设观音堂们最好了嘛 因为让别人都能够来念经修行 你说功德大不大了 很大很大 就是这样 哦 明白明白 那师父 观音村呢 师父 我说过观音村 观音村也更好啊 功德无量 但是人的条件有限嘛 是的 家里可以设观音堂们就好了嘛 观音堂 本身就有功德了嘛 明白吗 明白了 明白了 一天